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詹妮芳 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 10月12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公报要求全党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或全面吹捧 有舆论认为 作为中共二十大的预备会 七中全会的基调似乎预示 习近平的连任已成定数 万维博主金夏新撰文指出 中共全党上下被习近平折腾了十年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现在居然谁都没有办法将钱拿下来 到头来只能怪看走远的各位 中共年老们自己了 金复兴的文章指 在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共 想当接班人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邓赏识的人还需要陈云 李先念 王震等元老的一致认可 胡的接班人更不是胡说了算 而是要经过数百权贵家族以示接受 才能达到平衡的 但习近平却让权贵们集体犯错了 文章认为 习近平一上台就一番老实形象 暴露出了凶恶嘴脸 利用胡温集团和江曾之间的矛盾 开始借反腐产出异计 安插心腹 虽然被打掉的不是上海帮就是团派 江曾胡温却只当看不见 胡温生怕干涉了 会违反自己全部交权的承诺 江曾也不敢供人出手保护自己的爪牙 怕被指责老人干政 双方只好大眼瞪小眼 忍痛割爱 自断手脚 眼巴巴任由习做大 金复兴分析 对中共权贵家族来说 习这十年 于公于私都是极其痛苦的 于公 习没有做出一点成绩 反而经手的项目全部烂位 大的如什么芯片工程 一带一路 雄安新区 2025千人计划 小的连什么亚投行 北京证交所 上海外贸区等等 也通通搞砸 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四面树敌 轻易上了俄罗斯的贼船 已经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 动态清零稿的天怒人怨 一厢情愿的一国两制的美梦 彻底终结 走入了僵局 事实上 习这十年 已经把江湖时期积累的家底 彻底败光 数百权贵家族 哪怕只有一家对中共的伟大事业 剩有一点责任心的话 何至于尤其胡搞十年 听之认之 而伟大不掉 金复兴认为 权贵家族以前都是拿专政铁拳打击别人的 做梦也没想到 一旦失去权力 也会有一天落到任由习摆布 被专政铁拳反过来伺候的境地 现在的定海神真们 恐怕都和气鼓鼓过96岁生日的老江一样 无可奈何 敢怒不敢言 唯恐说错哪句话惹恼了习 习抛出他们和子女贪污腐败的证据 将其从高干病房赶出去 文章最后总结 现在即使七中全会帮定海神真们总结出这个惨痛教训 怕也晚了 如此看来 中共权贵 哪怕是被称作定海神真的元老 其实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聪明 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魄力 相反还极其糊涂 极其懦弱 腐朽不堪 二十大即将登场 中共高层群力即将重新洗牌和重组 香港媒体10月12日文章透露 中共二十大七常委的最新版本将是四老三星 其中变化创多项新记录 据港媒《明报》10月12日报道 传中共二十大常委版本是七常委 既不是刘五换二的小变 也不是刘一太六的大变 而是四老三星的中变 文章表示 刘任的四老先后顺序不变 但除习近平外 其余三人职务均有变化 中共党代会排名间接暗示了来年中共领导人名单 外传的这个版本打破了1949年以来一项新记录 可能会首次由中共全国政协主席 而非现任副总理接任总理 至于三名新常委 因是现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三名60后 排名顺序则是按年龄长幼定先后 报道引述中共官方消息称 七中全会上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做工作报告 并就二十大报告做说明 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滬宁就修改党章事宜做了说明 王很大可能出任二十大秘书长 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十八届七中全会上 是由中共书记处常务书记刘云山 就修改党章仪式做说明 中共十九大的秘书长也是刘 而中共十九大后刘云山就退休 有传言猜测王滬宁会否也会退休 不同的是 五年前刘云山已年满七十 王滬宁到本月才满67岁 所以传言说他离任政治局常委后 或将接替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 如果真的如此 二十大人士就创造了又一项新记录 首次有未满68岁的政治局常委出局 而且王滬宁是政治局常委 三个67岁同龄人当中 月份最小的 这也意味着所谓七上八下 潜规则中的七上被打破 报道称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最与您瞩目 是目前政治局七常委中最年轻的 今年才65岁 党内排名第六 有消息称 他二十大将留任常委 接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排名第四 报道解释说 中共政治局常委虽然皆为政国级领导人 但总书记 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 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这几个职位 政治地位较其他职位更高 因此若消息属实 赵乐际将创造一项新记录 成为近40年来首名升官的中纪委书记 而他的前任 从陈云 乔什 魏剑行 到吴关正 贺国强 王岐山 卸任后不是彻底退休 就是去担任国家副主席这类礼仪性职务 俄罗斯自10月10日起 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密切的导弹袭击 到12日仍然持续 乌克兰多地能源基础设施受损 莫斯科一派宣称这将是战争转折点 北约12日召开会议 乌克兰呼吁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北约将此列为首要任务 法新社报道 12日俄罗斯仍持续发动对乌克兰的空袭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联科 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表示 京城在阿瓦迪夫卡的炮击 至少有7人罹难与8人受伤 俄罗斯人攻击了中央市集 当时那里聚集了许多人 基里联科说 这次攻击没有军事逻辑可言 俄军有的只是尽可能杀戮我们人民的想法 并介意恫吓其他人 此外 综合外媒报道 乌克兰的中部地区 今天也响起空袭警报 包括切尔卡瑟 波尔塔瓦 奥德萨等地区 这已经是乌克兰连续第三天发出空袭警报 乌克兰能源部长哈鲁申科11日告诉CNN 俄罗斯10日和11日连续对乌克兰发动飞弹攻击 境内30%能源基础设施被击中 我们要把这项信息传递给我们的伙伴 我们必须保护领空 北约各国国防部长12日开会讨论了如何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对记者们说 俄罗斯的攻击程度是2月入侵开始以来战争最严重的升级 目前对我们安全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 自10日以来 俄罗斯共发射了100多枚导弹 在乌克兰各地打死至少26人 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盟国正在向基辅方面发出讯息说 他们做好了支持乌克兰的准备 不管需要多久 由于乌克兰防空系统所剩不多 西方盟国正设法提供乌克兰更多先进的防空系统 乌克兰11日已收到德国提供的第一套Iris-T防空系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1日也表示 美国正在加速运送首批两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给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本周对首都基辅等乌克兰各地城市的导弹袭击 是对上周六克里米亚大桥遭卡车炸弹袭击的直接回应 这座战略性的大桥把俄罗斯大陆和俄罗斯 在2014年夺取的克里米亚半岛连接在一起 联合国大会10月12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谴责俄罗斯决议 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感谢投下同一票的国家 并表示此决议具有历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的战略盟友中国在决议中投下弃权票 综合报道 在此次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会议中 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当中 有143国投下同一票 支持谴责俄罗斯的非法行为 另有五国反对 35国弃权 其余国家则没有投 会议中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 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举行公投 非法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 投下反对票的分别是 俄罗斯、叙利亚、尼加拉瓜、朝鲜和白俄罗斯 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巴基斯坦、泰国、哈萨克、蒙古、越南等35国 则是投下弃权票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葛林斐德表示 此次投票不仅对乌克兰及欧洲的未来很重要 对于联合国的基础也很重要 汤马斯·葛林斐德强调 一个国家再也不会被允许以武力夺取另一个国家的领土 联合国是建立在这个理念之上 汤马斯·葛林斐德指出 我们今天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明确 作为一个国家 无论国土大小、国力平复、建国时间长或短 只要你是联合国会员国 领土边界就受到国际法保护 他们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武力侵犯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